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来自一篇《伦敦时报》文章标题 曾为中文聪铭刻在创始区块中 什么是西友聪?怎样找到西友聪? 有哪些可拓展的玩法?新玩家又该如何入场? 今天的炼金方节目将一一解答上述问题 向您详细介绍BRC20后的下一波炒作叙事 西友聪 首先在回答什么是西友聪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聪、萨托士的定义 根据比特币维基百科 聪是目前记录在区块链上的 比特币货币单位中的最小单位 它相当于一个比特币的一亿分之一 为致敬比特币的创造者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来命名 简单来说 可以将聪类比为比特币的一分钱 一美元可以分成一百个一分钱 而一比特币则可以分成一亿个聪 目前有数以千万计的聪在比特币中流通 其中许多只是普通的零钱 但根据某些标准 其中聪更为西友 聪的稀缺性和特殊性 可以由叙述理论家自行决定 这赋予了聪特殊的意义 无论是中本聪挖出来的比特币 还是某个区块的第一个聪 亦或是用来购买披萨饼的聪 这些交易所包含的聪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ONOS协议为聪提供了独特的编号 每个聪都有自己的数字标识 这样的编号系统 使得聪与聪之间能够得到清晰的区分和追踪 了解了什么是聪之后 我们还需要了解比特币是如何运作的 比特币拥有一系列周期性事件 有些事件频繁发生 有些则不太常见 这些事件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稀有的系统 目前的周期性事件有 第一是区块挖掘 从现在到时间结束 大约每10分钟会挖掘一个新的区块 这个周期性事件是比特币网络中的基本单位 为交易提供安全和确认 第二是难度调整 每2016个区块 或大约每两周 比特币网络通过调整区块难度来响应哈希率的变化 以此确保比特币的挖矿速度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个事件是减半 每21万个区块或大约每4年 比特币网络中每个区块产生的新聪的数量会减半 这个事件导致比特币的供应减少 使其具有稀缺性和抗通胀特性 最后的是循环相合 每经历6次减半 一些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减半和难度调整会同时发生 形成所谓的相合 相合之间的时间周期是一个周期 大约每24年会发生一次相合 据预测 第一次相合应该会在2032年的某个时候发生 这些周期性事件赋予了每个葱独特的身份和属性 而根据这些周期事件 Allnows文档对葱的稀有度定义了以下的几个等级 同时 这些稀有度的总供应量 以及当前供应量 也都可以根据被挖出葱的个数来计算 除了稀有葱之外 还存在着一类引人注目的有趣葱 每个葱都有一个名字 由字母A到Z组成 那些名称具有特定含义或者特别的葱 也会变得稀有 除了名字或稀有性之外 葱可能还因为其他原因而受到重视 比如由于数字本身的性质 特别是具有整数的平方根或立方根 有趣葱还涌现出了一些专属于比特币的特别叙事 比如与某件比特币的历史事件有关 在比特币的早期发展史中 有一个广为流传标志性的故事 即是有人用一万个比特币购买了两个披萨饼 这个故事发生在2010年5月22日 是比特币历史上的第一次真实交易 也被称为比特币的披萨交易 当时一万个比特币的价值相当于几美元 而如今这个数目的比特币价值已经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这个故事在比特币社区中广为流传 5月22日也因此被称为比特币披萨日 在这一笔交易中的葱也被列为了披萨葱 这次看似普通的披萨交易 如今成为比特币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象征着比特币从诞生时的简单交换 到如今的巨大价值增长 而在这一事件中被交易的葱 自然而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 变得稀有 首先 拥有比特币的玩家 可以查询自己钱包里是否有稀有葱 进入网站setting.io 按照流程可以查询并提取转移自己的稀有葱 当然 事实上钱包中有稀有葱的几率并不高 对于没有稀有葱的新玩家来说 应该去哪里买味客录的稀有葱呢 5月26日 At Rare Set Society社区为BTC Annes刻录了Uncommon加Nakamoto加Block78加 FirstTX加Pizza五重属性叠加的稀有葱 序号为9164772 一时引起热议 社区认为多重属性叠加的稀有葱 价值不止是翻倍这么简单 作为目前稀有葱存量最多的社区 罕见的中本葱协会还发布了Dossets会员通行证 持有通行证将会获得Alpha Ornose领域的知名人士的赠品 白名单等独家访问权 为个人或者项目寻找稀有葱的项目卫星猎人 发布了一个由1138张独特图像组成的Taproot Collection 持有者可以获得早期项目不同功能的访问权限 同时 目前在稀有葱上部署Token的项目也有不少 Nolish在Gamma的官方市场列出了他们出售的稀有葱价格 按照年份时间戳和稀有度的不同 实际的流通量不同 价格也有所不同 此外 项目Nolish将稀有葱刻上Uncommon Patterns生成艺术收藏品 通过Gamma上的PSBT部分签署的比特币交易出售 Gamma已经列出来一个被名刻上图片的稀有葱合集 想参与稀有葱 又想图省市 能够欣赏生成艺术收藏品的新玩家可以考虑 最后 炼金方的节目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 主要是介绍目前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热点 在整体上看 由于比特币不支持智能合约 它和以太币的炒作会比较困难 稀有葱这种话题有一定的创新 但持续性还需要观察 无论是查看还是交易任何资产 一定要保护好私要 尽量不在任何非验证平台或软件暴露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